早上8点24分来到我们气象时间 我们的直播户外画面来 但您看到这是在花莲的南宾 那么一大早呢 其实这海边非常冷清 因为风浪很大 今年第10号台风海参 在今天凌晨已经变为了温带气旋 不过今天在台湾的北部 还有东半部包括花莲的海边 恒春半岛沿海地区 仍然容易有长浪发生 既有北海岸也会有突发性的大浪发生 海边的活动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了 然后但您看到今天吹东南风 环境水气是比较少的 各地大地是多云道晴 预测在银峰面的东南部地区 会有一些的短暂震雨 午后大台北地区 东北部还有各地山区 则会出现局部的一些雷震雨 预测白天各地高温来到30到35度 不过清晨在华东局部地区有低温 已经变得比较凉了 那么接下来带您看到周三开始 就会稍微的微变天了 因为水气要明显的增加 我们带您看到周三开始 这水气比起今天是多了许多 几乎全台各地都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更明显的就是在周四周五两天 因为到时候有微弱的封面通过影响 这降雨的范围是明显扩大了 除了蓝色区块之外 也看到有些地方颜色是比较鲜艳的 雨会比较多 这雨区持续的扩大 午后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各地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市发生的几率 黑黑鲑 云南花而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